萝卜 古时又称萝福 土酥 多做汤食 广东闽南一带 却极尽智慧 会心巧手 成就了独具特色 细腻鲜香的中式传统小食 山野之书 又见烹饪之趣 便是这道萝卜糕 萝卜去皮 爆成细丝 萝卜由里气消食 除痰润肺之功 立秋之后使用上加 香菇 干贝 虾米 浸泡半小时 泡软后切小丁 腊肠切小丁 切得越细碎 萝卜糕口感越好 大米粉和淀粉 加入300克水 放入萝卜丝拌匀 腊肠 干贝 香菇 虾米 小火翻炒 激发出干料的香气 倒入100克水 加糖 胡椒粉 盐 煮至沸腾 将沸水倒入萝卜丝面糊中 不断翻拌 倒入方形模具中 附保鲜膜 蒸制40分钟 蒸好后冷藏 切片 直接使用或煎食皆可 药物学家 李时珍称赞萝卜 乃书中知最有益者 一道山野之书 经书人之手 柔情从心肩蔓延至指尖 焦香酥脆 鲜香可口 将平凡食材 蓬出不平凡滋味 不再记忆 不惧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